《每日一字》 大家好,歡迎收看今天的《每日一字》 因為過年到了大家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過年的年夜飯最後一道總是魚呢? 因為它的諧音字就是魚 這個諧音字取的是一個成語,叫年年有魚 這個魚的造型大部分是以鯉魚的形狀來做的 那為什麼是鯉魚呢? 曾經有人說過,因為唐朝的皇帝姓鯉 所以禮跟禮同音的原因 那也有魚的時候他們會用一些念魚 為什麼?因為念跟年有點同音 所以一對念魚就是年年有魚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《每日一字》